好 上菜 你问你 我们刚才说那烧鸡是什么牌子的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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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草水啊 舌草水 中年男子睡过了凉溪的味道 不用了 那还不用了 真的就不太想了 我看这个什么形容词 这是什么形容啊 我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丫头 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 今天的分组是怎么分出来呢 这三个就是 李歌声和文歌声 我们是体育生 您今天的表现离体育生来有点软 体育生谁不得虚 跟若云哥还有 小偷我们一对 我感觉我们三个配合特别好 他们俩都特别有灵光一闪的那种东西 挺让人意外的 大家好 有 你们做多种东西 你会吃呢 我 也可以吃 我个人做什么 我都要做好 你会说 我和你老婆 有什么神秘嘉宾吗 庆功 是我们表现太差 我们集体都要被换掉了 小小的一个轻松的开端 轻松 你知道神秘嘉宾是谁吗 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从来就是大家都欺负我 就是不让我知道 就是又婷哥带头的 就是所有人 都告诉所有人只不告诉我 来了你就知道 我希望峰哥回来 希望峰哥回来 是 峰哥离开太久了 峰哥回来就不是神秘嘉宾吗 哎你好 哎你好 神秘嘉宾 神秘 九州 哎刚刚见 哎刚刚见过 直接就老了 坐坐坐坐 哎呀太开心你能来了 真的 你们录紧细了 今天是第四 不吓人吧 昨天经历的一个挺 很恐怖 挺可怕的 在废弃酒店里 有 那你们昨天谁最害怕谁最勇敢 就光小彤跟他吧 我们两个还有陈鹤特别害怕 很怕 对 哈哈哈 我主要上次也被小彤吓到了 对 小彤分费成高 你千万要注意小彤 因为他的分费很高 现在老秦的右耳朵还是不太好用 就被小彤吓到了 早上好哟 嗨 嗨 哈喽 嗨 嗨 哎呦啊 来 神秘嘉宾 你爸 哈哈哈 你也是 好神秘啊 早上好哟 早上好哟 嗨 嗨 哎呀 我觉得要听一下了 是不是 啊 完了 是不是 就以为是有这么讲究是吧 不是 我觉得当时肯定要考 何堂月色啊 张老师是我们的非喜时嘉宾吧 对其他嘉宾有没有 就是之前接触过 又廷哥看过他的戏 我也看过您的 哈哈哈 呃 老秦我我我对不起 我看月下 看到你 哈哈哈 光红在我眼中就是南城的事 哈哈哈 南城 我老找他买烧鸡 哈哈哈 烧鸡中介 对 然后那个 然后 这这回真是第一次 第一次见了 这妹妹好眼熟哦 对 好眼熟 你们不觉得眼熟 在哪儿见的啊 吃吃吃吃 今天我们的考核 是一个 观察力的考核 好 然后呢 现在请大家 开始单独回答我 关于刚刚发生在上菜过程的东西 你看我就知道啊 我都知道 你猜就是这样 看两时间来 好 我们到请开始 好吧 嗯 第一个问题 刚才给你们上菜的服务员 戒指在哪一只 哈哈 右手食指 哦 我知道 哇 因为你们聊天 你们说爬戏我也没没仔细听 我一直看这女的 我第一道菜 我两个月色 哎 我一直看这女的 哎你今天是困还是烟军装呀 我就是困 哈哈 就是困 我们从月下下来的人都是这样 哈哈 哈哈 第二个问题 吴云他身上的名牌上的名字是什么 哇 惩罚是什么呀 哈哈 哈哈 别人看到吗 太小了 我看不清 哦 好 知道了 有没有人帮小同家 书分 催 催花 哈哈 哈哈 好 那 若云哥 嗯 服务员给大家上的第一道菜的名字 你太不够吃了 荷塘月色 哈哈 你给我 太假的 太过分了 不是 骂死了 服务员上完菜 他刚才有一个固定的动作 你们这个固定的动作是什么 你们这个固定的动作是什么 推眼镜 是吗 是 推眼镜 确定吗 确定 老秦不会坑我的 对 nice 最后99 嗯 请问 服务员要和你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好 进屋 进屋的时候 你好 你好 是吗 我就听了这一句 哦对 我们进屋的时候他 你好 里面请 啊里面请 是吗 还是哈喽 哈喽 本居 哈哈哈 里面请 里面请 里面请啊 对 里面请是吗 里面请 确定 打错 打 打错错了 打错错了 哈哈哈 这么气人 真的 吃饭吧 吃饭吧 他就每位嘉宾都早上说了一句 早上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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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好 早上好喽 嗨 早上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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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我们刚才说那烧鸡是什么牌子的 不知道 哈哈哈哈 知道了吗 哦 你观察力不行啊 那好 我们回答 错误的嘉宾需要接受一个观察力缺失的惩罚 这里面有六一杯都是透明的饮品 那小鹏跟九九需要任选一杯喝掉 咱们拿起来喝掉以后才能看底下它是什么 但说实话 有一个是真的不太透明的 有一个很浑浊 有一杯应该是柠檬水吧 柠檬水 这一个是柠檬 哦 我要喝那杯柠檬的 酸啊酸啊 啊 酸也比这五杯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强 就只要醋的人喝对吧 对 你刚才这个是吗 你上来领一杯 你烧鸡名字没搭上来 我们烧了三次 所以这是什么 柠檬水 一杯很好喝的柠檬水 哦 这个有泡 这应该苏打水吧 但是一杯像苏打水 苏打水 对 就是一杯带气的茅台 哈哈 带气的茅台 你那细品点 失去味觉了 这什么 哎我没翻 那我这就是柠檬水 这应该碱水吧 喝了一大口 下边 这是小虫的 嗯 我应该酥达水吧 盐水啊 盐水 后面还有什么 哦 蛇草水啊 蛇草水啊 你没喝过吗 白醋水 你没喝过这个啊 蛇草水啊 喝过 什么用 没有 这喝 不喝 这喝下来就像 这杯特水 特水 像一个 中年男子睡过了凉席的味道 中年男子睡过了凉席的味道 不用了 大不病了 真的就不太想了 这是一个什么形容词 这是什么形容啊 中年男子睡过凉席的味道 哈哈哈哈 作为一个第一次来嘛 就是基于您对其他嘉宾的了解 咱们能不能 麻烦您作为一个六位能力 今天他们的表现的预测 预测 预测是吗 好嘞 呃 这个老秦刚才观察力挺强的 蛤 是吧 就是刚刚 就是体现刚刚 观察力的 的最底线 你在 小童只能是胆识的反面 是吧 体能有那么好吗 你别说还真是 真是可以的 那这样吧 我体能最好 要把小童放到推理吧 啊 我觉得我是体能吧 我我体能还可以 那你不是胆识你想要 我体体能吧 你又体能 不是每一次都要当体能 真是 真是可以的 我 我就 我 我 我就 就是 我就 就就放这吧 这是万能 是吗 哈哈哈 我觉得又廷哥看着挺能干的 但是 也是底线 嗯放在这吧 放在这吧 哈哈哈 行吧 行吧 因为我们其实会考验一个 观察力跟反应力的游戏 相信我们在这 我们玩过海龟汤的游戏吗 什么游戏吗 什么游戏 我玩过海龟汤 就是有玩过 大家都没有 海龟汤 就它会有一个很短的故事 然后你要问问题 猜那个结局 然后他们会告诉你 是或否 就是比方说我脑子里想了一个故事 然后我给你抛出第一个线索 然后你随便向我提问题 只要有关 我就必须得回答给你 嗯 但是你看你能用多少个问题 能问出最后的真相 嗯 既然就就玩过的话 可以 可以 那先来一个 妮妮和阿叉是一对被发现 死在一家豪华酒店套房内 尸体旁有一个打碎的鱼缸 经勘探 他们两个没有被下毒的痕迹 请集体尝试还原案件经过 对 鱼缸里是不是有鱼 所以妮妮跟阿叉是鱼吗 所以妮妮跟阿叉是鱼吗 嗯 我说咱们这个脑回路真的是不一样 哎 哈哈哈哈 我的天 哈哈哈 是一句 打碎的鱼缸这样死了 破案了 哈哈哈 破案了 问题是妮妮和阿叉是鱼吗 是吗 对 他们是鱼 哈哈哈哈 他们是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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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的太笨了 那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 啊 结束了 嗯 故事是妮妮和阿叉是两条鱼 他们生活在酒店客房的鱼缸里 因为被人打碎了鱼缸 缺水而死 哈哈哈 他们太聪明了 再来一轮吧 再来一轮吧 来 下面一道题啊 那是一幅很美的画 画中的男子棱角分明 徐徐如生 第二天我再见到那幅画时 只觉得头皮发麻 请尝试还原案件过程 看一下你能懂 嗯 为什么这指望你一提破案 嗯 我先看看 我先看看答案吧 注意 画是被人给破坏了吗 不是 画是刚画的吗 不是 那画是 是通变的吗 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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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头皮发什么麻 发什么 是把他从那里通电的副手画出来的吗 太佳佛了 哎呦我的天呐 空耳了空耳了 通电不是通电的 这个男子是踩电门上了吗 与此无关 所以你看关键应该是对吧 棱角分明 对关键是什么 怎么样会头皮发麻呢 对为什么会头皮发麻 他第一天看的时候是 是白天还是晚上 是白天吗 不是 是晚上吗 那第二天看的是白天 这个对 第一天看的是晚上 第二天看的是白天 差别是什么 对我们这时候刚好锻炼一下 就是我觉得我们上一期 虽然我觉得录得特别好 但我觉得咱们在思考的时候 大家都还是陷进去了 就把那个想法说出来随便 是白 现在是空白的主要是 然后是空白的 对 我很想输出 输出不出来就得 第一天晚上棱角分明 栩栩如生 想想他为什么棱角分明 栩栩如生 因为那个画上没有人 就是他夜里看见一个人 但白天发现没有人 有这个意思 就是他 他以为就是他夜里 比方说你夜里看到那有一个人 你以为是画上去的 其实没有 在白天一发 涂皮发麻 他以为见鬼了吧 你们已经很接近这个答案了 现在有两个关键性的 一个是晚上入住 然后第二天白天发现 是有提这是个酒店吗 对 晚上入住的 晚上入住的白天 所以他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 所以这个 这个酒 这个房间在很高层对吗 与此无关 与此无关 我是说你要在80多层楼 我看你一窗口门口 晚上以为是画 你第二天不是头皮发麻吗 有关 等一下 是不是高层 再问一下 这个这个房间是在很高层吗 他肯定不是个高层 就是说 如果你在80层楼的那个酒店里边 你昨天晚上在窗口以为是个画 有个人 第二天你发现那是个窗户 你不是头皮发麻吗 对吧 但是一层就没有这个效果呀 一层那就就有一个人 站在那儿就喜欢看你 吓死了 这个真的是 为什么吓到 你和他是一样的反应啊 他说真的有个人一层的话 如果有人来办 是谁在教他 我说 没错 正确的啊 进到一个破旧的酒店 进了房间以后灯是坏的 灯光很暗 床对面有幅画 画上的男人棱角分明栩栩如生 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 才发现原来那个位置不是一幅画 而是一扇窗户 昨晚一直有个男人 站在床边盯着我 而我因为光线裁案 把他和窗框看成一幅画 就是很可怕 这个好男生 这有什么区别呀 没有什么区别 任务丫头文学作品朗诵 每位嘉宾选择 性感魅惑枪 可爱呆萌枪 中二反派枪 凶狠枪 意志枪 诗朗诵枪 悲伤枪 中任意一种腔调 并用对应的情绪和语气 朗读卡片上的丫头文学 什么叫丫头文学 不知道 什么文学 又挺狗 选一张 哦 好 谢谢 意志枪是什么意思 哦 亲爱的 亲爱的 我现在隔壁苏珊的阿姨的 苹果派发誓 哈哈哈哈 看到我们节目 你在暗自欢喜发 开始 丫头你在克制队伍的喜欢 对吧 这应该蛮适合 施朗诵的吧 丫头 丫头 麻辣 丫头你在克制 对我的喜欢 对吧 可以 施朗诵枪 那那我顺着你这个 嗯 丫头 别装了 就知道你喜欢我们节目 这是蜡笔小鲜 对啊 哦 我亲爱的朋友们 inventions 亲爱的丫头 我要在意世俗的眼光 看在隔壁苏珊阿姨的 苹果派的份上 现在给你个机会关注我 美丫丫头 是丫头 丫头 苹果派 苹果派 牢竟这个 到底有多喜欢看苹果派 凶狠枪吧 死丫头 死丫头 不要在意世俗的眼光 现在给你个机会关注我 你看 兔小鲜 到你了 看到我们的节目 你在暗自欢喜吧 你这是性感美国家吗 我困了 欢迎大家参加小女的庆祝派对 要不我带大家到我们家酒窖参观一下 好 等一下 我项链不见了 莲花去哪了 知道 莲花去哪了 这边吧 是不是联工 是这个吗 是这个项链 它会不会项链卡在这个电梯轿上面 你们来找 翠华这个线索 我临着你回她家一趟 所以我们去她家看一看 我们听到的那个尖叫声应该是手机发出来的 是一个电子设备 所以是手机连着蓝牙音箱播放的 一个摄像头是 它被勒住了 是卡住了 对 但你看它现在的状态 像是项链被吸铁石吸住取不下来 酒窖那个电梯里那个板 是 这是普通的板 这个是最终在现场的 挺强的 挺强的 这是这说法 这口红不是摸的 它是不是写了什么东西 好 那个那个 酒窖的那个右边有个有什么那个紫色的 在这儿 在这儿 这儿 泥姿 我们看到的标志 珠宝店的那个 然后我们还找到一个这个东西 垃圾桶里面有个破掉的酒瓶 它当时应该得实验 项链丢失 只有尼姿能控制这个事 她就得主持说大家先别找了集合 才能制造不在场证明吧 这两个时间点只有她能控制 是这样的 尼姿女士 现场的整个案发的过程和作案的手法 我们已经还原了 您杀掉了莲花 对 我早就知道她出轨的正确 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团环节 我们第一个问题 在你开始之前 我先提醒大家好好表现 好 咱们上一期的结尾 对吧 大家都 我已经等了五个问题 大家也没有指到我的意思 他如果说今天就是最拉寡的人的话 你就别指我 对吧 反正找到对的时机 好表现 你给个口子老师 咱们第一个问题 谁在破案时 最喜欢联动其他的表情 三 联动其他的剧情 我这爱看剧的吗 三 二 一 是吧 你今天是不是说了好几个句 是吧 身为一个女人的敏感 闺女和儿子可能不是一个妈 你怎么就看出来呢 因为今天看这种剧 两个 走 老婆 刺激了 这个是那个孩子 这个是那个老婆 对 是 这没有想到在第一面 刚见到那个女的 就觉得这女的跟这男的有位 这没有想到这么快 我真的为什么想到 你会带入很多狗血的剧情来 对 来解读 但没想到大家都这么善良 是我 错了 谁是本案中疑心最重的人 三 二 一 什么疑心最重的人 她不是一直在推怀疑 各种怀疑 她就是合理怀疑 她们俩可能不只是同学关系 这个有可能是幌子 如果在身边的话 唯一的嫌疑人就是女主人了 不是 我就老觉得 就是把一个人捶死的时候 我就特别怕被她恋 有些超重 若云哥完全是那种侦探逻辑 对 她就是抓到一个点 如果要是推不翻她 认死了那个点 你是本格推理 我就是自己如果 就是我提出那个东西 推翻了我还好受点 我觉得又打开了 就这个事还有别的可能了 如果我一直推不开 就死觉得 就只有这个人有可能的话 她经纪的觉得是对的 我是情感路线 你可以本格路线 对 那我就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的分组是怎么分出来的 这三个就是理科生跟文科生 我们就是体育神 这什么 这都怎么分出来的 投进了就会掉吗 哦 这里还 真有 真有 您今天的表现离体育生 也有点远 体育生谁可得虚 我们那边又扛沙子 又打篮球的 真的 就当初被分到这个激动组 我心里想玩的 对 我下一次不再有这种分组 最想说谁分组呢 三 二 一 我选他纽州 我选小童 我选小童 我也选他 你们俩 你们俩不能不想选 你们俩一定是不分了 不分了 真的 你们俩可不可以带动带动其他人 好不好 不要带动彼此 哈哈 我在那外我都已经喊你名了 九州 索利涼花 来呀 就往界盒灌点指令 九 没有用 没有用 随便屏蔽我信号了对不对 因为信号 真是九就要信号不太好 对对 破案的时候 你最想和谁互换技能 三 二 嘉宾团 一 陆军哥 啥技能 你本格推理的技能 对 逻辑思维的阵密 真不好意思 没有 但我们那边其实 所有的灵光一显都是他们俩提供的 所以咱们仨的配合其实还不错呢 你看到他们一眼 这个组这么精美分明呢 下次应该两边换着活干 下次我们撒打篮球 到处第二个问题 哎 口子 口子来了 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在短暗中找到的线索是最多的 那我们组毫无疑问 我有找到什么线索吗 我打起来 咱们不就是在那干活吗 咱有什么线索呀 咱们在这拼死拼活 看这期啊 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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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们的线索至关重要 还不用安慰我 没关系 对 这样 我们就是 各取所需 下一个问题 对对对 太丢人了 下一个问题 谁是本场中最入戏的嘉宾 三 二 一 我觉得你刚刚最后那段 都给我带入去 带进去了 不管您是不是误会 不管您老公是不是真的出轨 你没有权利用私情去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 哪怕这不是误会 你今天也不能杀人 我没有办法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那请接受法律的制度 你挺入戏的 因为我最近在演一个警察 我们很多人的词 这么一只光在照耀你 第一次参加这种派对 对啊 有没有对凤凤的第一印象 或者是就觉得这个派对不寻常 他第一回见面的时候 大家反正就是很江湖 感谢大家都 哎呦 易姐 真是恭喜你了 欢迎你啊 大女儿这么优秀 哎呦 我真是太羡慕你了 姐 大家明面上感觉关系都不错 最让我们诧异的就是 只要走一个人 他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这个人 刷片拼 给你们看看 能认出来吗 是那个卖货的吗 这你能认出来 他们的关系非常微妙 在那个项链丢失之后 你们去做那个水族箱 然后你做海肠那一块 梦回摸芒河感觉 手没了 不行 我摸到它了 这玩意儿手可好奇怪 吃饭 吃饭 很难受啊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恶心了 它是 就是我最讨厌的无脊椎动物 但是有时候是一长条 然后它突然鼓出来一鼓包 然后从这边鼓啾就去那头了 鼓啾它又回来了 然后有的时候鼓啾它就整个人 就变大个了 一会儿鼓啱就变回来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白的小线条 我就不知道那是虫子呀 是什么呀 我天哪 然后我就还要 我在那里面拿东西 我真的 我太难了 为什么九州就经常拿你的手去 我感到想尝尝一下 让我突破一下自己 但发现我突破不了 我就是突破不了 看别人越怕我越开心 然后最逗的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状态 其实是一样的 他有点不敢摸 然后我有点不敢摸 我摸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是吧 我们俩互相就是 我们俩互相就是 你你来你来 你来吧你来吧 这个时候显然就我们大家都 对对方都很很友善 你看到实体当时有被吓到吗 我听到有尖叫 其实我跑在第一个 也没为什么跑在第一个呢 因为就是看柯南的时候 柯南都是跑在第一个的 就是感觉跑在第一个人 就是他是最厉害的 哈哈哈哈 马上又知道我 然后 跑在第一个里以后 发现自己还跑错了方向 然后最后第一个进门的人 还不是我 看到了以后其实很震惊 当然是第一眼其实就有看到 脖子上的勒痕 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 很多开始细节 这些身上所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中间你被水球砸了 然后用水球去帮你挡水球 这当时真的好感动 你快起我帮你挡 但是他大概挡到了第三颗的时候 非常巧妙地给他接起来 高高抛起 稳稳落在我的脸前 哥 你是在挡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 为什么会这么如此是准确 他把这个球挡住了 这个水就囤到了下面的草 又婷哥这时候回身 就看楼上还有没有水球 一回身全撒我楼上 一点都没着急 咋呀 今天不管整个感受如何 我觉得这挺难的 好多数学题 真的就这样 当然小童姐吧 2加C加D等于29加D 那把D都可以消了 C就是9 哪一个等于30 它都能算 那A B C D F就是 2 7 9 1 4 5 离开学校太久了 就好多都不记得 你知道什么叫本生小吗 就是现在就是大本毕业之后 然后随着高考接受智商 逐渐回归于小学的水平 就推理和谜题的设置部分 也挺有趣味的 包括整个杀人手法 从想象力上来说 和整个的机关的精量挺完整的 那今天整个案件包括任务团结当中 最后跟NBC聊天的那种方式 因为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嘉宾团全员侦探 NBC全员是剧情人物 然后大家在其中去找 包括最后的这个方式是指认 还涉及到一个以理动人 以情动人 还有说以证据来说服人的这样一个环节 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面对过的 您手上的那只口红 我们已经找到它的故事 非常的感人 是白白很懂事 省吃俭用攒下钱 希望他妈妈开心一点 在过生日的时候送他这样一个礼 跟您丈夫的那个白衬衫上的口红印 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节目有一点让我们换到了 是说这个 从一个人的主观思维 变成了一个 让犯罪分子伏法的这么一个思维 其实更接近于刑侦的真实的态度 而不是纯粹的推理爱好者的态度 通过这个节目 对其他嘉宾有没有什么让您感到的感觉 我觉得小彤真的印象挺深刻的 第一她记忆地特别清楚 她肯定也是平时喜欢看那个 《非理小说推理》电影电影的人 好潇洒 手上那个链子 好像也是这个扣的 这个板怎么那么像 《酒窖》电梯里那个板 是啊 她有破密室的天赋 我们有好几个手法都是她还原出来的 《酒窖》本身呢 应该属于这类的游戏的高玩 她跟小彤配合得特别好 她们俩都特别有灵光一闪的那种东西 挺让人意外的 而且我第一次跟她们玩这个 这种推理的游戏 如果还能够来到《酒窖》的话 你最期待哪些环境和内容 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在一块参与一个游戏 和一个推理 而不是分成体力和脑力 我们先说一下 今天整体感受是不是特别爽 特别爽 就是真的那种 好几次就是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浑身发麻 第一次是那个 说到那个手机 是那个延迟的那个尖叫声的时候 然后我们三个人当时那块 四个人都特别激动 我们听到的那个尖叫声 应该是手机发出来的 它是早就已经死了 早就死了 我的肌肉不凶 你好厉害 头皮发麻 还有一次是我们俩飞奔到酒窖去看那个标的时候 是酒窖说这东西像写过字 其实那个标我一开始一早发现的时候 没往那想 但他一说是写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当时就整个人就这样过电了 我说我看过那个 这口红不是摸的 它是不是写了什么东西 酒窖的那个右边有什么紫色的 我不知道是那个标吗 走走走 在这儿 在这儿 女子 今天其实你们在地下酒窖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打电话求救 在那个亭内已经空了45分了 是吗 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信号 在酒窖的时候 而且我们大家主要可能分析得太嗨了 因为不断地发现了那个很高能的线索 所以当时就整个人就是那种贼上头的状态 他应该是哪个地方能看到 应该有个设备就连着这个监控 能看到 活的 是一个电子设备 打开计算器都不知道怎么用 这是个好难受啊 人家就是跪着 怎么讲 学艺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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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对不起 我们那个信号是有延迟的 他没有听到我们说什么 然后我们也没有听到他说什么 然后他把那个图片发过来了 九州这个数据还是挺厉害的 他就瞬间给解出来了 来了 来了 你们先帮我们解道题好吗 这个是十一的平方 这个是十二的平方 一六九是十三的平方 一九六是十四的平方 所以十五的平方就是二百二十五 嗯 那下一次冒险 有没有什么想要挑战的呢 我没有什么想要挑战的 我就希望就像今天这样 安安静静地推理 还是有被吓到 但是没有尖叫 刚才今天跟我穿的这身黑西服有关系 感觉自己非常的 就是沉稳 成熟 端庄 所以下期我也就是走这种状态 就是吓都吓不到我 那种状态 我们先总结一下自己今天的表现吧 我今天感觉很开心 跟若云哥还有小彤我们一队 我感觉我们三个配合特别好 嗯 你给你自己的表现拿几分呢 七分吧 那他们俩呢 我觉得今天小彤是十分 今天小彤十分优秀 然后若云哥我也觉得是十分 因为我觉得若云哥是一个 逻辑很严谨的人 思维很整理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三个真的能 发挥各自的优势 然后三个人 集体地配合大特别好 其实来的时候是带着一种 不知道自己来干嘛 然后被拉击一场莫名奇妙的聚会 我们不每次都是这样的吗 最开始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就很像那起车祸一样 就是完全摸不到头脑 然后一直跟着跟随着角色的推动走 所以就一直感觉懵懵的 然后还有点事干 一直是这个状态 但我觉得今天参与了推理那种感觉还蛮热的 我一直无人那个故意叫你去那个传送机帮忙拿红酒的时候 嗯 你当时有发现什么异样吗 当时完全没有 当时我一直在很紧张 就是我会不会变成那个被杀害的人 唐先生可以邀请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吗 不会我要死了吧 所以我就小心紧睡 然后就赶紧跑回来 然后把红酒拿给大家 所以当时真的没注意那个叫响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还记得就是你不是上去扛了那个话吗 最后大家发现好像是个X X 我今天就有点体力淡淡的感觉 就感觉一直在跑上跑下 不承认有什么不承认呢 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证据 有些线索只有大家亲眼看到了 才能推断出更深一层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做了一回体力淡淡 今天正在MVC中间 你影响真是谁 我觉得倪姿吧 我觉得那个老师表演得很好 然后但是我其实有一点难过的是 他其实到最后的最后 也没有展现出一丝后悔 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呢 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 你不知道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嘛 怎么就非到杀人这个地步呢 我没有办法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其实他没有对莲华 没有对白白产生一点的懊悔 和对他们感觉到抱歉 所以我还觉得 这个角色其实让我蛮憎恨的 今天若云哥说得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法律是 约束人的底线 我觉得你一段愉悦那个了 你即便受了再大的委屈 即便再愤怒 我觉得都不是你破坏法律的理由 对今天的这个案件 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圈子 只能称之为一个圈子 我都跟你说了 让你投资我们公司 大哥一句话我肯定跟投啊 没问题 钱立马到赵 因为利益往来 或者是某种方面的朋友 在我看来 这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朋友 你做得越简单 做得越善良 你就自然而然地能收获到人去 其实现在有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都不会去沟通 我觉得真的沟通和交流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尤其是家庭关系的时候 我跟你说了是误会了 你为什么你可以问啊 很多事情都不会把一些事情 憋在自己心里 这样子会产生很多的 没有必要的麻烦 没有必要的误会 你现在告诉我是误会 当时我怎么知道 好潇洒 我是你老婆 你家是你的一个港湾 你是可以去抒发情绪的地方吗 这啥 那里面有宝盒 要从那宝盒里拿出东西来 这个 这个还行 这是章鱼 这是小龙虾 这是什么 这太饿了 这太饿了 这又是什么 等一下 这 00后的世界你不懂 找去吧 你们想要的都在水族箱里 都在水族箱里 这什么 能拿出来吗 哦 拼图 那我找一个男点的 那有密码啊 那数字的还是什么 字母的 我摸到它了 我摸到它了 这玩手歌好奇怪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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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记扣记得还挺好 哦 天呐 哇 嗯 怎么还醒了呢 怎么还 哎呀 就这个最烦人 你直接扒了他吧 里面还有一个 小龙虾好讨厌 我第一次这么讨厌小龙虾 他这儿积一个扣 你试试摸摸他们 你玩一玩 他摸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都没有感觉到我摸到他 不是我家伙子 我走了 我拿那个 我拿那个胖胖的 太难受了这个 不是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 你问问他 你为啥长这个样 我们到前面拼吧 YGGC 一记绝缠 一记绝缠行 是啊 弟弟弟弟 你是弟弟 你是弟弟 对 掉 你懂吗 这我看这个样子 真情实感 OOTD 新日穿搭 这是什么 三五二三一二 是不是横着走三个 上面走五个 那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 这样 三嘛 一二三 下一来 站在那里 一二三 一二 二三 一二一二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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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四 一二三 一二 游戏结束了 你们被骗了哈哈哈哈 大人们总是很笨 被免了 游戏结束了 你们被骗了哈哈 我们这就是被孩子 玩了一点 就孩子布下了陷阱吗 我决定把这个拿着 我接一些楼 他们去楼上的那一组 也是一样得到这个孩子 你们要找到那个 项链被偷的逻辑在哪儿 呆账陷害 没理 因为他们俩都不缺钱 对吧 应该是这个 我不太敢 床进去 咋了 没事 你干什么 小彤 解放手 来 别闹了 我跟你说 你知道什么叫本生小吗 就是现在是大本毕业之后 然后随着高考接受智商 逐渐回归于小学的水平 这儿有一个折页 这个书折着这一页 我觉得应该是要开这个锁 一周穿搭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配色手册 我觉得如果开这个的话 应该是这个配色加上这个手册 这个需要解的吗 需要解开它的 不需要解开它 看它 那很容易 好 愚愚意 稍微 自助看看 好 每次都发现 我们现在一个里面 然后那个 行 比如说衣橱要不你看吧 女孩子的 我也不方便看 我开 你看 你开我看 为什么 为什么 好 只是一些衣服而已 上面都有数字 这个女孩有强迫症 什么意思 你看 她的每件衣服上都有数字 三又二分之一 若鱼 你看 这上面是四分之一二分之一 她就是每周几的穿搭 这个是派 根号九 她这个上面全有数 所以衣服肯定跟那个 一周穿搭是有关系的 对吗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 捡那个密码锁了 密码锁是四位数 我们怎么得到四位数 跟衣柜的衣服能对上吗 这些颜色 上面这块有数字 有的上面怎么配色 她说她就很喜欢配色 这个两个都不会有关系 就是衣服配色和上面的数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已经指引到那个 又是那个衣柜 她的衣服算是数字了吗 我先试着把这个做出来 让你们搞那个衣服 好呀 好呀 我们俩抄抄这个吧 红色封衣是哪件 红色封衣是根号4 刚号4 刚号4是2是吧 白色T 刚号4是2吧 是2 别犯傻 别犯啥是吧 刚号4是2 白色T 14 白T 黑紧身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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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这个 这是 二分之一减一是负的0.5 对吧 等会儿 我想问 这是二分之一减一 还是二分之一旁边的 就那是对于什么次方 哦 次 哦 对啊 对 对 这真棒 二分之一这个负一上面 应该是次方 不是 负一次方还是二分之一减一 咱查查吧手指 我看看 有没有二分之一的负一次方 还真有 负一次方 等于多少 等于二 哦 那那个是不是四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次方啊 那我就一会儿问他就知道了 问问手机 抱歉了 灰色拍身 就是这一件 派 派 很好 3.14 你就直接写派吧 你也写不完了 周一就是一个派 周二 黄色外套 黄外套 哦 三二分之一那就是3.5 对 黄外套是3.5 浅蓝色短袖 很绣 想想他这个就是四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次方 这大家数学真好啊 四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次方 是多少 在这里我要说一句 正在上学小朋友们 一定要自己努力学数学 好好地听老师讲课 然后通过书本上的知识 来获取四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次方是多少 千万不要像姐姐一样就直接问手机 千万不要这样哦 这个是几何的那个吧 cos cos cos都有啊 是的 还有零零裤 这是零 蓝西装和纸筒牛仔裤 三分之三 0.75 纸筒牛仔裤 0.25 橙外套 9的开放3 你背心 4 白短裤 2 还有5 是绿格子外套 4 二背心3 本色扩腿裤就是cos那个 解出来了吗 区分的手机 cos零度 还有一个白毛衣 周六 这是数学节目啊 周六没有 有 周六是个题 你信不信 过不过分 天哪 你找到了 帮我撒也没有 这就还有个题呢 粉色扩腿裤是一 五乘二等于这是一米铁 五乘二等于十一 不对 这个也不是一定是乘 它就是个什么规律 五和二等于十一 二和四等于十四 四和五等于三十八 五乘 不 你看同样是这二搭 你看五乘 它们到底代表几 哈喽 喂 我们上面的解完了 你解完了 你这么狠吗 最后的最后的结果 游戏结束了 你们被骗了 哈哈 大人们总是很笨 我这留一个水 你给我们干嘛 所以老秦也说到 就是他怀疑 有可能是小孩子搞的恶作剧 小孩子想证明他很 他很聪明 我们现在 正在解 我们这五小二算数 我们这不该算数呢 我们怎么算数 这个解开什么了吗 这个 没有啊 你看 如果把它当滑线看的话 对 这个二是不是对的四 是翻了一倍 这个二是不是也对的四 嗯 翻了一倍吗 但是这 这边是五对五 不对 四对二 其实这都是 只有这一个不是倍数关系 其他都是倍数关系 你看八也是 有问题 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这完全就是天文数字 如果这七个数的话 得到了七个数 那个锁也不是七位数 所有颜色吗 哦 所有颜色 对 所有颜色 颜色的对应在这呢 你看 是不是这还有个颜色搭配本 上面你看黑色 比如说还有个N1.5 我就不太能理解了 成的不对 这上面有个紫色 没有 没有 没有绿色 哎 这个有啊 但是它有这都是多位数呢 哦 十好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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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宗 你速度强吗 速度还可以 这个把那个做完了 对 我能做到一半 我觉得这个 在一块钱 好开心啊 这个 嗯 十一 十四 五四 这是四 对 这是四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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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做这个速度的意义 是啥 嗯 嗯 嗯 哎 我们做这个速度是有意义的吗 我不知道啊 哦 这个是什么 哎 他俩是同时出现了是吗 对啊 我看看啊 整个的颜色是完全对不上 必须得这么对 红色只有这一件对吧 对 绿色只有这一件 绿色只有这一件 橙色只有这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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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色 橙色只有这一件 橙色没有紫色 那就粉色跟蓝色分别试一下 行 行 行 红色是单独红色的衣服是二 蓝色西装 0.75 那就不是看 那算粉色 那算粉色过头裤 是一 不对 对 如果按全天算的话就没有绿色 我们这排开始吧 嗯 一二 二 二 这有二 这有二 哦 二可能填这 一二 然后这个是八 五四 这是对 这是四 这是四 对 你们这怎么样 你啊 哦 哦 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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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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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会不会是比如说这一天的颜色加这天颜色是绿色 把他俩的数加起来 蓝加黄是绿 蓝加黄是绿 是绿 先签定周一 红色是四对吧 红色是八 八 蓝加黄 蓝加黄是五 橙色是九 紫色是红加蓝吧 八加一是九 看啊 看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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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写这个是什么意义什么意义 闪盘接崩 那怎么办 哦 哦 但是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 同样 追项链吗 不是 小手链 小手链小孩的 所以这道题 就根本没有用 这不用紧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数读 也没有 也没有 哦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嗯哼 呀 灯火火暗的房间 是谁先打破局面 几分掠过策略 瘾瘾 瘾在头顶盘旋 这是初次的见面 你我之间不必开头寒孙 未来有冲突的时间 坐下来聊聊天 踏入未知的冒陷 享受每段剧情里面 既然没串力挑选 就紧紧一起去表演 你有你的低流感 我也开始看见 我们交换着视线 默契变得熟练 一张被藏进 角落老旧的照片 残缺的很鲜艳 等着被谁发现 I don't care 只是红门 要一张脚印 只想遮住力 真相还是危险 要浮出水面 若曼制作最后的英雄 仅靠着肩膀就不再普通 所有只会在这一刻 角落迷雾重重 哦 还是长得到裂缝 我们都习惯用争辩 去层层拨点 今夜度定无法入眠 把线索分线 在下一遍 下一遍 下一遍 在天黑之前 是否还有一楼 在转身的瞬间 非可疑的最热言 最难以分辨 是恰巧还是被预谋 在浪黑时间 也只有一条路 最后想得出向 那一个终点 也只有我们可以 先下着句点 I'm my hero 一张被藏进 角落老旧的照片 残缺的很鲜艳 等着被谁发现 I don't care 只是红门 要一样就一直想遮住力 真相还是危险 要付出睡眠 哎哎 哦哦 我们只做最后的英雄 紧靠着肩膀就不再普通 所有只会在这一刻 交融 迷雾重重哦哦 还是要做我们自己最后的英雄 让险间迎抱排成最落空 所有勇气在这一刻 交融迷雾重重哦哦 愿不如这信念汹涌 信念汹涌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